台湾下一代步枪XT-112终于正式亮相了 延续AR平台的设计并且对很多细节进行优化 无论是精度还是可靠性 XT-112都比现役的T92、T65强得多 那么XT-112的性能如何 台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步枪 在9月份的国际航天及国防工业展上 XT-112正式亮相 也终于有了正式的性能参数 由205工厂生产 发射5.56×45毫米的子弹 30发弹侠 有效射程600米 枪管工艺也有所改进 精度更高 XT-112采用了全新的多边形弹线 并加厚了枪管壁 在100米的距离射击时 散布原直径98毫米 精度达到了3.5MOA以内 而现役的T91在同样的距离上射击 散布原直径达到了145毫米 精度为5MOA 同时XT-112的枪管寿命也达到了1万发 比T91的6000发更高 但从数据上来看 XT-112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火力军并不是很看好它 台湾陆军的最优解并不是研制一把 与T91口径一样 并且性能只是稍微优化的步枪 当然不是说XT-112的性能有问题 而是其他方面 XT-112护目两侧和下方都有MLOK通用接口 可以安装各种附件以及枪面全通式的皮卡丁尼导轨 士兵可以跟自己的习惯以及各种作战需求选择配件 比如XT-112激光指示器 TS-110热向瞄准镜 战术脚架握把刺刀等等 全通式皮轨的设计也能调整描具的前后位置 不会被枪身结构卡到 还有一些贴心小设计 比如抛壳指向器 弹侠透明窗口 设计模式左右调整等等 XT-112新增了右侧调整按钮 左手也能射击 而抛壳指向器可以避免左手射击时被高热的弹壳烫倒 至于弹侠透明窗 可以让士兵看到还剩下多少子弹 展示的弹侠为美国制造商UTG 研制的30发弹侠 该公司在台湾驻南有生产基地 可能会成为军队的供应商 同时XT-112取消了以往的三发点射功能 提供单发二连发 及全自动的设计模式 同时扳机弧度有所减小 据说可以改善手感 还提高了各种姿势的舒适度 枪托仍然保持AR-15的五档伸缩式设计 展示的样枪配备了折叠机械瞄准锯 但它们都是固定式并不能取下来 听说这是军方自己要求的 考虑到军用步枪并不是固定一名士兵使用 为了保障使用性能 才使用固定式设计 但不排除之后改为可拆卸样式的可能 只是目前所有的报道 都没有提及XT-112采用的自动方式 火力军也不得而知 不过上面有个重点可以展开细说 热向瞄准镜 台湾陆军当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枪械的瞄准镜 台湾以后面对的大概率是城镇站之类的巷站 虽说步枪的铁瞄也能满足基本的瞄准需求 但如果是城镇站或者局限性更高的室内站 着重的是近距离一下快速交接 敌人不会给你时间用铁瞄慢慢瞄 而美国也已经证实 巷站还是光学瞄准镜好用 无论是让士兵快速射击 还是在狭窄空间内快速换肩射击 光学瞄准镜都要大大优于传统铁瞄 只是在台湾陆军里面 目前也只有一些特勤队等单位可以经常使用 就算是特种部队也只有执行任务的时候才有机会用上 其他基层部队就更可怜了 瞄准镜那是什么 见都没见过 但是XT-112会配备TS-110热像瞄准镜 具备246倍数码变焦功能 可以选择白热和黑热两种显示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TS-110可以与各式步枪机枪等 具备战术滑轨的枪械结合使用 所以XT-112无论是精度还是其本身的设计都没什么大问题 整体性能也比现役的T-91更强 火力军之所以不看好它 主要原因是XT-112方案本身 至于原因就要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台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步枪 XT-112从2020年开始研制 2022年8月底就通过初期战斗测试 研发目的就是代替现役的T-91 目前台湾一线作战部队以及主要战斗支援部队 基本都是采用T-91作为制式步枪 部分二线单位与交召部队则是采用T-65K-2 有些单位甚至还在用着更早期的T-65步枪 等到XT-112服役之后 T-91就会轮换到二线部队 原本二线部队的T-65K-2则继续向下一级轮换 只是就T-91的性能来看 台湾不需要着急更新步枪 T-91步枪2002年服役 部队对其的评价也很好 相比较T-65 T-91的重量更轻 零组件也没有那么复杂 维护和保养上更方便一点 射击手感 稳定性与后座力 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而且T-91还是台湾少数有外销记录的武器 所以步枪本身不是台湾陆军的问题 配套的零件才是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一样 台湾现在的一线部队 在训练时很少使用光学瞄准镜 只有一个铁瞄 战时无法发挥很大的作用 台湾目前的情况 就是近距离作战时 步枪没有内红外 反应会比敌人慢一截 远距离作战的话 没有红外瞄准镜 根本看不到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需要更换步枪 一个瞄准镜就能搞定 不管是一倍瞄距还是四倍瞄距 价格都是逐渐下降 配备的难度并不高 美军那边 ACOG早就送到所有步兵手里了 别人30年前就已经给基层花钱买瞄距 花重点 基层部队 不是什么狙击或者特种部队 美国陆军的步枪理念 就是人手一狙 也就是给每个步兵配备一支 能够进行精确远程射击的步枪 做法就是提升步枪的口径 换装更先进的瞄准镜 把作战距离提升到800米 从而获得战场优势 不过台湾的作战环境不需要远程打击 一个低倍瞄准镜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而台湾目前的计划只给XT112配备瞄准镜 想要普及到部队不知道还要多少年 所以研发一把性能差异不大的新枪 意义并不是很大 普及T91加瞄准镜才是最优贤 而且还能提升基层部队训练准度的效率 就算是想升级步枪 也不需要研发新东西 台湾主要适合巷战和丛林战 就算是改进版 也应该是以携带方便为主 而AR-15本身就已经是很成熟的平台 直接与T91搭配一下 也很符合经济效益 其次就是威力的问题 5.56毫米子弹威力不足 已经被诟病很久了 过去使用5.56的原因很简单 威力足够强 当时没有普及防弹衣 小口径子弹造成的伤害更强 使用7.62的子弹 会出现穿堂而过的情况 只要没打中要害 敌人一样有行动能力 而且当时没有普及光学瞄准镜 交战范围也就100到200米之间 射程高没有意义 要的是斜弹量 通过减少装药量 换取更低的后座 更多的弹药量 能多打几枪就是优势 但是现在不行了 防弹衣防弹插板 瞄准镜的应用 5.56毫米的子弹 会出现打不穿打不动的问题 命中敌方后 敌方依旧可以快速移动 甚至回头给你来一缩子 所以现在步枪追求的是 射程与穿透力 口径自然是越大越好 就比如美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时发现 弹头无法穿透重型防弹衣 于是下一代半组武器 在对后座力和威力进行驱舍后 将自家常用的5.56毫米 换成了6.8毫米的XM5和XM250 同时也采用了7.62毫米子弹 并开发了一系列的步枪 比如M14增强型战斗步枪 MK17 SKH突击步枪腾 而XT112依旧是5.56毫米口径 换装相同口径的新步枪 根本无法显著提升部队战力 不如淘汰老师的T65 普及T9E与新配件 以及更换穿甲能力更高的弹药 也可以等一下美军的6.8毫米 看看情况如何 不过火力军觉得这个方案太虚了 还会出现后勤与经费的问题 台湾陆军当前的后勤已经很烂了 武器坏了不休 听说很多单位的T65K2都故障了 打一发就要拉枪击一次 如果换成6.8毫米的步枪 恐怕后勤会更难受 对于这个方案 估计台湾陆军的反应只有一个 提议非常好 但是短期内无法实现 我们还是先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刺枪术团练吧 这也是台湾陆军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火力军觉得刺刀术的训练需要精简 都已经是现代战争了 对方不会给你上刺刀 并且到他面前捅他的机会 详情可以参考俄乌战场 地上大炮天上无人机 再不计也是机枪 哪有拼刺刀的机会 总的来说 火力军的看法就是 不是XT112不够强 而是T91与瞄准镜更具性价比 当然了 台湾陆军选择XT112 应该也有它的理由 比如装备状态 虽然T91是现役主力单兵武器 但已经服役20年了 再加上那些不太合格的保养 面对高强度的战斗 能不能撑住也是一个问题 研发新一代步枪 多少能加强民众对武器的信心 还能顺带升级自家兵工厂的制造水平 在制式枪械这一部分 台湾的自研之路还是挺坎坷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台湾一直使用纺制美式M16 加AR18步枪 短活塞导气式的T65系列 只是因为工艺设备的限制 质量难免有些小瑕疵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T65系列步枪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 于是台湾提出研制新式步枪 最早的新式步枪由台湾自主研制 命名XT86 步枪结构与沿线的T65系列也不太一样 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后来定型的T86 与早期XT86不是一支枪 这也挺离谱的 正式定型的T86 枪械本身延续T65的结构 枪管也短了近20厘米 说依据冒名顶替不过分 所以T86步枪仅仅只装备了少数部队 到了21世纪初 台湾军队实在是忍受不了T65 于是开展了一个百年步枪的计划 成果就是T91 继承了T86步枪的结构 然后再改进完善一下 更简单的说 XT91就是T86的衍生改进版 T91列装之后 成为台湾陆军主要的制式步枪 也有一些部队为了需求 弄出了魔改版的T91 205场也出了更现代化的T91K1 相比较之前的枪械 T91有几项大改革 传动机构模块化 基建少 结构简单 利于清洁保养 强托伸缩操作 便于人员携带 及进出战车 多用途战术滑轨 说实话 就发展历程来看 205工厂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如果问它强不强 火力军只能说 还好 世界上玩枪械的工厂那么多 205工厂只是其中一个 这次借着XT112的机会 让205工厂升个级也是极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台湾步枪的需求来说 火力军觉得没必要新研发一款步枪 XT112面对防弹插板的穿甲性能 与T91差不多 台湾陆军不如选择普及T91与瞄准镜 提升的战力不输XT112 而且还省钱 也可以选择升级T91 还能继承原有的后勤 火力军不相信台湾陆军没想过这些方案 但为什么不选择 那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对于台湾而言 哪一个步枪方案更好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认为这个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